欸 跟你說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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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過一個牧羊人的比賽 電檢差跌8個小時 總共撿了800多隻羊 答案很累啊 所以給大家講我台灣很開心 為什麼台灣很開心 另外一個人要撿幾隻 大家猜一下他一天要撿幾隻羊 兩隻羊 什麼Starbucks 不是Starbucks 7-11 咖啡比較便宜 你看看他還會比價 像襪子 襪子或者是手套 各位都聽得懂 格蘭先生第一次解釋為什麼要撿肚子的毛 因為肚子的毛比較髒啦 價格低啦 但是其他地方他講上面的毛 你看把他的頭髮剃掉 把他的繞篩弧剃掉 他的內層都是白白亮亮的 洗乾淨之後拿來做其他的東西 羊毛背 羊毛枕頭 羊毛背心 都可以啦 講到這裡大家都了解一件事 控制綿羊的行動 腳來抓羊 雙手只是做一個輔助剃毛的動作 但是格蘭先生 身高1米9 190公分 要長時間這樣子彎腰 一天撿個兩隻羊 萬一回家要是腰痠背痛怎麼辦 不用緊張 幹嘛要去哪裡 又想要去哪裡 馬殺雞 不是啦 不是啦 泰國也可以啊 親的東西可以送我們 來泰國 馬殺雞當然不會腰痠背痛 但是太大費周章了 所以為了要保護他親近農場 又偷懶的方法 什麼方法 給他穿一個背心 那個黑色的背心是什麼背心 這個真的是你先拿過來的 各位這個是羊毛背心 很厚 所以這樣子穿上去的時候 可以保護他的腰緊 不會在長時間的彎腰 著涼疼痛 接下來是他的褲子 褲子也很特殊 特殊在哪裡 這邊寫呢 Levi's Levi's 台灣的叫 名牌 名牌耶 不要過來 我做到很爛 看真的很慢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羊毛 要謝謝他 要給了Gurui 為什麼英文整個羊毛都給我 這個羊毛可以做什麼 很簡單 就是他的綿羊油 他的皮膚很多綿羊油 他的皮膚天然分泌綿羊油 所以可以來保護我們的羊 可是你看我們的沐陽先生 撿完羊毛 他會摸摸羊摸摸自己 到處摸來摸去 你看看 大家保護他自己 什麼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感覺 什麼感覺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一樣 他一直想走了 你知道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他很害羞嗎 剛才脫衣服給他們看 但我也很害羞 給學生各位 我有一個方法 不要害你們那麼害羞 什麼方法 戴個帽子 給他們留著帽子 小白 你喜歡嗎小白 小白不喜歡 好啊 各位 你看到這個羊毛 最後你覺得怎麼樣 看起來很簡單 這個外國做得那麼簡單 你可能說 我也可以做 可是過外你們都可以截羊毛 是沒有問題 可是今天很難的 為什麼呢 我要教你什麼截羊毛 因為截羊毛有困難 那是什麼困難 他的腳 這不是我的手 可是我給你看他的牽腳 有沒有看到 一直會這樣子 這個牆面的毛不會剪 可是什麼處理就是按你的關節 按什麼關節 兩個小訣竅交給大家 千萬不要忘記 下次會換你們來剪羊毛了 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我們可愛的小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